I know you needed me 真的 像不像往天上去 有嗎 我看了老半天 我看不太出來 所以你兩面呢 其實都可以來 你會看到不一樣的天橋裡 反正是跟著我們的步調走就對了 哇好漂亮喔 我們一直想要走 可是不小心 沒轉一個 不然都忍不住停下來 大家早 大家好 現在呢 是我們來到日本的第八天 我們現在人在伊根 因為昨天先從午後開車到伊根 過夜看日落 那一大早6點的時候呢 民宿的員工就叫我們起床 所以一大早就看到 一群海鷗跟烏鴉在吃巴菲 還有老鷹 對 老鷹比較懶得過來吃 都用搶 我們那時候大概6點10幾分 20分過去的時候 魚船剛好回來 然後就看到他在卸貨 他卸貨還蠻特別的 就是好像有分魚種 還有魚的大小 然後在卸貨的當下呢 就有很多當地的商家 跟個人戶 就是會去那裡卸魚 如果你想要吃 最新鮮的海鮮的話呢 就是來到當地 因為你就吃到第一手 而且最便宜 今天呢就是延續昨天的行程 就是現在這個 船屋附近繞繞逛逛 就是享受一下 小魚村的寧靜和美景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大概會把一根 在海岸線走個一輪以後呢 再去天橋利 然後再回京都 再回京都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第一站吧 走吧 我們現在在這兒 應該是要往這走吧 對 這個就是靠海的民宿 對啊 如果大家訂得到這種的話 建議訂這種 因為它應該是打開窗戶就是海 我原本就是要訂這種 就是因為太晚就訂不到 現在大家看到右邊就是船屋 然後左邊呢 就是道路與裡面的民宅 他們這裡的觀光船 有那種私人的 跟那種大型的觀光船 如果你要坐小型的這種啊 也有 像這種應該就是 它是一艘船 最多12個人 一個人1000元 他們說這個好像叫做海上計程車 這邊應該就是海上計程車 有些民宿有那個海上計程車 有些沒有 所以都是要看 像你在這裡啊 如果你想要訂餐廳訂不到 訂船訂不到 你可以請民宿幫忙 因為他們有些都只講日文這樣子 然後我身後呢 就是船屋 停放小船的地方 這裡近距離就可以看到 那這個漁村啊 它是沿著一根灣來建造 看起來很像漂浮在海上的房子 目前保留了230棟左右的 傳統周屋 周屋指的就是 一樓是漁船的庭靠處 二樓就是住家的屋子 你除了可以在這裡漫步啊 還可以到一根觀光案內所 預約免費腳踏車 騎腳踏車在這裡逛也很秋 或者是等一下跟我們一樣 搭觀光船 衛海鷗 這是最熱門的行程 來到這裡一定要衛海鷗 一根田也是一個比較難抵達的地方 就像我們前一集說的 然後來這裡的呢 就可以到溝標平台上訂購 美山、田橋裡、一根周五一日有的旅遊行程 非常的方便 連結呢就在影片的資訊欄 這不是野配 我只是告訴你 我們現在到了地圖上面 最尖尖的那個地方 對 那前面的話呢 應該就是不能再走上去了 嗯 那我們現在就覺得 這邊有一間咖啡廳 看起來很漂亮 我們進去看看吧 喝咖啡 它這裡有一家比較榮榮的咖啡廳 不過它遲一點才開 它也看得到很漂亮的海景 那這一家呢 就是在那個燈塔的旁邊 它除了咖啡廳還有住宿 那我們就點了兩杯拿鐵 因為我們有喝咖啡的習慣 它這裡的環境其實蠻好 它裡面就是放了輕音樂 然後又開一點暖氣 因為外面其實蠻冷的 這裡五月了 其實蠻冷的 我們昨天晚上要開暖氣 才有辦法在室內待的住 那我們就先喝咖啡 然後等一下就走回去 開車前往 坐船 我們先來坐船 船好像要開了 是它的時間表 我們去坐這個 一根彎導覽船 在去坐船之前呢 門口這裡有蝦味仙 可以買來餵海鷗 一包一百塊日圓 如果你要餵自己也可以啦 買一包這個 差一點趕不上 這我沒可以吃嗎 我剛就有說 這是餵海鷗的 如果你要餵自己也可以 我就知道你在想什麼 它現在迫不及待餵小動物 開船了 開船了 海鷗過來了 可以吃 它不來啊 你手舉起來就好了 真的 它有捉到你嗎 沒有 但是你很害怕 我嚇到 因為它很快 有看到嗎 有 有看到 而且它不會故意去捉你耶 換你 換你 好厲害耶 好聰明喔 好可愛喔 嘿咪 嘿咪 喔 有老鷹怎麼辦 老鷹好恐怖 老鷹 好像貓頭鷹喔 哎呦 幹嘛 你走開 你是個暴力狂 還在看 哎呦 好恐怖喔 有 我錄到了 他這個遊覽船 他除了可以買船票 還可以賣名殘 還有小吃 這裡有冰淇淋 聽說也是必吃 是橄欖油做的喔 這裡有一些炸物糰子 和薯條 大概就是長這樣 這裡呢 是賣伴手禮跟紀念品的地方 就是這裡特有的名殘 這個檸檬口味看起來很好吃 海軍在吃的咖哩飯 就是這個 沒有耶 你是擔心我要吃是不是 他這裡 爹爾軍見的小玩具 有賣布丁 買一個500塊 這大概是我這輩子坐船 覺得最快的一次 對 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你在餵的時候 要小心老鷹也會來抓你 他會不小心抓上你之後 我剛剛有不小心 被老鷹抓到一點 但還好啦 不會很痛 所以建議就是 如果你看很多老鷹的話 你就往上丟 對 用刨的 你看海鷹過來 你會在底端給他吃 海鷹都會跟船飛平行 所以其實那個畫面 很棒對不對 很療癒 因為他會感覺很像 有兩條線在拉他翅膀一樣 平行在那裡 我覺得 為海鷹這個行程很棒 那我們現在就去下個行程 我們現在要去 閃松公園 從這裡走上去就是了 那如果你是開車的話 左右兩側都可以停車 一次700塊日圓 攬車就是從這裡上去啦 它有兩種乘坐方式 右邊這個非常刺激 你敢坐嗎 這個是怎樣 那是坐椅子上的 就真的長這樣 這個才是正常的 你在這邊可以買票 然後你在那邊也可以買票 但差別是這整附線 那你可以刷卡 所以你剛剛是刷卡嗎 當然是刷卡 刷卡刷卡 其二卡5%呢 用Quick Pay超方便的 沒有業配 它沒有給我 我們上來啦 那這上面呢 在那邊就是有一個照相台 後面這邊呢 它是可以上一個展望台 可以到二樓 二樓的view可能更好 旁邊有商店 這邊可以吃冰淇淋 我們來到這個閃松公園 其實主要就是要來看天橋嶺 天橋嶺呢 它是在宮京市宮京灣這裡 是宮京最有名的景點 與宮城縣的松島 還有廣島縣的宮島 並列日本山景 那我們已經去過廣島縣的宮島了 對 我有印象 你有印象嗎 你好難得喔 這麼有印象 對 這個名字我有印象 這一個呢 是我們第二個收集的山景 那另外一個就有機會再去啦 它形成的原因呢 是因為地殼的推擠 然後形成沙洲的地形 它會叫天橋嶺呢 是因為站在閃松公園 還有飛龍關這兩處的山頭 背對後面從胯下看過去 會看到沙洲像一條線 往天上去 用胯下看 等一下 我教你怎麼看 對 等一下 你怎麼知道 要不然你胯下怎麼看 我不知道 你可能想說去看我的胯下 不用了 不希望我自己看就好 你說在這裡 對 沾上去看台 像不像往天上去 有嗎 你看得老半天 我看不太出來 我覺得有點可怕 像嗎 腿有點軟 像嗎 不知道 但是還蠻漂亮 只是有點恐怖 腿會軟 現在這個圓圈圈呢 就跟上次在兔子神社看到的一樣 就是你要丟東西過去 代表好像運氣很好的意思 你的願望會實現 上次我們已經失敗過 這次更難 這次更遠了耶 好啦 200塊來實現願望好像也不錯 那我們試試看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百分之百又補空 沒有可以這樣 沒有耶 欸 都差一點點耶 你會不會丟到這為止 回家 它這裡還有伴手禮墊 進門就是看到這個 天橋裡這裡的圖蠶 其實看起來也都還不錯吃的樣子 這是紅豆口味的 我是對這個比較有興趣的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好像是奶油口味的 那單坡它好像是正常黑豆 所以它這裡有很多黑豆的東西 黑豆冰淇淋好像也是必吃 我們買了一個這個 和這個薯條 和這個蝦餅 和這個 很像小蛋糕 這裡是它的大地圖 我們早上在伊根州屋 現在在閃松公園 你還可以從這裡坐公車上去到 橙香山的橙香寺 那裡也有展望台 應該也滿漂亮的 只是我們沒有空跑到這麼高的地方 現在呢我們也要坐下山 然後去園衣寺龍神社 閃松公園 你上去跟下來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它這裡也有半熟禮店 就是一堆黑豆 那我們現在去這個園衣寺龍神社 然後這邊呢 有一整條的商店街到神社 有點像是 清水是那種感覺 對啊 走走走 你都沒人耶好棒 園衣寺龍神社 它是無法拍照的 你買了玉手也不能在裡面拍照 神社的建築跟三重伊士神宮一樣 都是神明照建築 本店的欄杆上有代表五行的 青、黃、紅、白、黑 五種顏色的玉石 是高級別的象徵 這個是只有 伊士神宮跟龍神社才看得到 那原伊士龍神社的玉手 是天橋麗四季的圖案 什麼櫻花、楓葉、煙火跟白雪 這四種圖案 比較特別是它有坦林玉手 是限定的 那黑色是新月 白色是滿月 也就是你要在新月的時候 他們滿月的時候才買得到這兩種 那我們進去看看 嗯 天橋麗的觀光船呢 這裡有一家伴手禮店 是長這樣 然後它有賣熟食 他們的雞天丼很好吃 反而是海瓜子那個還好 雞天丼那個味道 對 雖然他們海瓜子是銷售第一 但是雞天丼好吃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去開車前往 下一個景點 這邊要去坐欄客上飛龍關看天橋麗 剛剛我們看的是閃松公園的生龍關看天橋麗 來到天橋麗這裡呢 有兩個觀景平台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都是必看的景點 那來到這裡呢 也有停車場 這附近呢 都有停車場 你Google地圖上看得到 非常的方便 纜車就在這裡 然後正對面呢 就有停車場 一整天500塊日圓 比剛剛的700塊日圓便宜 它剛剛停車那邊 一個人可以只有50塊 還不錯耶 所以停車停那裡 就是有人的那個地方 土地是柏油路 做這個呢 他說不要搖 不要下車 看得到你耶 你小小的 恐怖嗎 有一點點 其實離地面蠻近的 你還是不敢做的話 應該就是做這個 旁邊都是楓葉喔 這裡秋天藍應該也是 賞豐盛地吧 而且現在還看得到 紅紅的楓葉耶 看一下大家怎麼下的 就站起來就好了 要走 你真可愛 還蠻好玩的耶 往這裡走 就是天橋莉的飛龍關 展望所 還有遊園地 這裡是它入口 我們進去 這是遊樂園耶 是真的遊樂園 它這就是蜿蜒的 你從閃松公園看 它是一條線的 所以你兩面呢 其實都可以來 你會看到不一樣的天橋莉 好漂亮 就是早上要在閃松公園 下午要在飛龍關 反正是跟著我們的步調走就對了 這裡呢也可以從跨下看過去 那你就示範一下好了 看到了什麼 看到我的 跨下 對 好 這裡就是迴廊 還可以到最上面耶 這是上去的 上去要走這個迴轉的 不用踩空中腳踏車 這個其實就很刺激 好高 我的天啊 這裡超漂亮的 好晃喔 很恐怖喔 這裡超可怕的 這比那個腳踏車還恐怖 很恐怖還是要拍 對 我都來了 而且它這裡除了這個展望塔以外啊 它還有遊樂園 那遊樂園我猜呢 應該是都是單一品項付費的 這我不確定啦 當然都沒什麼在玩 因為大家都被這個美色給吸引了 對 大家都走這個 然後每個日本人上來都在喊好可怕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坐著這個纜車下去 這個天橋令呢 它就是有兩端 早上看的是在那一端 現在看的是在這一端 橋的兩端都是可以進出的 哇 好漂亮喔 我們一直想要走 可是不小心 沒轉一個彎都忍不住停下來 那怎麼辦 我們都停下來在浪費時間 那我媽要下在這了 好喔 那好漂亮喔 我的天啊都走不開 謝謝 謝謝 下來了 謝謝 現在來到治恩寺 那這個文書堂呢 共奉的是文書菩薩 文書菩薩由智慧第一之稱 是日本三大文書寺院之一 主要祈求的就是學業 也就是應該是智慧啦 所以有要讀書的小朋友 請來這裡拜拜 智恩寺的黃金閣 就是我們剛剛入口 入過的那一個 它是丹厚地區寺廟最大的山門 真的很宏偉 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的籤詩啊 是扇子形狀 非常的可愛 我們去看看 讓整座寺廟 都看起來有歷史歲月的痕跡 往智慧之輪去 早上的閃松公園龍神社 現在這裡的文書堂 然後現在要帶大家去看回旋橋 它這個橋是會轉的 90度就是那個 就是有大船經過的時候會轉是不是 對你怎麼知道 人生田橋也就是有大船經過的時候 它會抬起來啊 那你什麼時候 到我去看人生田 我們現在在這裡 然後你可以從這裡 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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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 那個建議呢是騎腳踏車會比較快啦 現在呢我們就是在天橋裡的一端 從這個橋走過去呢 就可以走整段的天橋裡 但其實距離還滿遠的 被騎腳踏車比較方便 腳踏車呢 可以直接整個穿過天橋裡的沙洲 到對面去 兩邊都有腳踏車租借的店家 或者是騎腳踏車去 或者坐床回來 這樣也可以 就比較省時 那現在呢 我們因為8點以前要還車 所以要開車回京都 那我們現在就回京都吧 欸 那個橋好難 天空好難 台水也好難 我也好難 不要綠綠的就好 日本山頂北城就打成 收集到了 好了我們現在已經還完車車了 現在呢我們就要去飯店先放行李 這一間飯店呢會陪伴我們 三天兩夜 對就是今天包含三天兩夜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放行李 然後點一下看要去哪吧 吃晚餐 走著走著就發現這張圖 就在京都車站的前面 到達各個景點的車程時間 都是熱門景點 到了我們的飯店 它旁邊有一家羅生 很方便 走吧 晚餐我們是吃這個麥當勞 期間限定 晚上5點過後才有賣的米漢堡 還有麥當勞的新品 中間跟左邊 那兩個甜點 正帶來了我覺得 照片好像形象照比較好看 因為它的形象照 冰淇淋會在上面 這個冰淇淋在裡面啊 還有個巧克力派 這是兩個口味的米漢堡 根本看不出來感覺像一樣的 好像沒有很大的差異 應該是醬的口味 這個口味吃起來有點鹹鹹的 是不錯吃啊 還OK 我們吃完晚餐回來了 然後順便逛了一點街 這個是湯七哥德爾買的 那這間Hotel呢 就是我們最後在京都住的Hotel 住兩個晚上 一進來就看到一張床 雙人床 它這邊沒有附水 但是樓下可以拿冰 因為我們等一下想要喝飲料 這件事冰箱裡面是空的 就是這次來日本 住最小的飯店就是這一家 它兩個人兩碗是五三二八 也不貴啦 它離車站非常近 旁邊又有 兩間百貨公司 然後它那裡就只有一張椅子跟桌子 然後放了兩個行李箱 還有一個凳梨箱 這位置真的蠻小的 對 比上次去東京住的那個海嘯 臉身鏡在這邊 拖鞋在這邊 這邊可以掛衣服 欸 它有除臭的 廁所小不垃圾的 比東京那個海嘯 連浴缸都超小 這邊有洗髮乳 沐浴乳 跟潤髮乳 嗯 洗手的 兩個漱口杯 這什麼罐洗用品都沒有提供 因為樓下一樓可以拿 塌臉的 塌澡的 免治麻童 那今天的行程呢 早上就是在一根舟屋 中午過後就在天橋莉 那昨天呢 去的是 梅山茅草屋之旅 那這三個景點呢 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 它其實是可以 一天跑完這三個地方的 只是 會非常累 不會累 你只要到購物票平台上 參加它的行程就行啦 對 它就是遊覽車 載著你跑這三個地方 就是 梅山茅草屋之旅 一根挺舟屋 天橋莉 這三個地方 我只是很喜歡這三個景點 然後告訴大家 有這個方式可以抵達 在那裡吃到的東西 我覺得海鮮是真的都很新鮮 因為都是第一手的嘛 天橋莉真的很漂亮 你每個角度都會 不想要錯過 這次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天橋莉我們沒有 神入進去 對 如果你排一天 就留在那裡的話是可以的 然後早上餵海鷗是真的很棒 海鷗真的很可愛 它肥肥一點是不是 對 然後它會跟你平行 嗯... 它很穩喔 對 然後它很像假的 這樣劈上去的 然後拿出來 它才會這樣慢慢這樣飛過來 然後捉手 對 它不會去捉你的手 今天呢 感想就大概是這樣 剛剛忘記說 我剛在整理行李才發現 這次呢 我們也會抽出 一位 我們的粉絲 然後會抽其中一個御手 這個是今天那個 不能拍照的 原衣 四龍神社的御手 秋天 那大家就是在下方留言處留言 就是 今天最喜歡我們的哪一個景點 任何一個景點都可以 那我們就從中抽一位 粉絲出來 然後送它這個御手 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次結束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好 現在的背景超漂亮的 又像一幅畫一樣 沒錯 每天都背眉形